我的家乡 我的街 一城向前 心手向前 共同的名字 同一份情愿 青春与祖国 紧紧相恋 八月的郊阳照耀着轻波荡漾的沿河水 微微宝塔山下 鼓声融融 红绸飞舞 欢快的舞步从黄土高原的山奥奥 跳到了万文大区的甲岛上 延安建官兵和家乡人民一起挑响交互 尤其中军央恨 我们家乡 我的街 亲民团结 打胜仗 八十多年前 贾小的父老小请们 扭着秧歌 打着NC摇鼓 迎接咱们中央红就来到了我们山北 今天 我们带着无比激动的小请 来到了咱们延安建 也是想用NC摇鼓的这种鼓劲和猛劲 为咱们拐兵们鼓舞士气 希望他们能带着贾小父老的祝福 在远海上勇往直前 乘风破浪 到延安去 这曾是八十多年前 一代青年人义无反顾的人生选择 如今 延安建 这艘人民海军实现战略转型的标志性战舰 也成为年轻水兵眼中的向往之舰 老海已经涌现出那个画面 就是当时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了 不管是哪里的 想尽办法突破敌人的封锁 克服各种困难 都要奔赴延安 因为那个地方有希望 有光芒 有未来 听到很多官兵想来我们这里的时候 我们很自豪 就觉得应该把我们现在的延安建 也建设得跟当时的延安一样 风气很好 有理想 有信念 做什么事情 大家眼里都有光芒 有追求 从接舰开始 延安建的官兵就把延安精神 融入了这艘万吨大区的基因 装备建造和试验试行期间 延安建用最短时间高效完成所有试验项目 跑出了当时驱护舰艇的最高航速 在吸收潜虚舰艇数千条装备改进意见的基础上 又根据使用情况和实战经验 总结出上万条改进意见 成为支队055型舰艇建设的样板舰 前不久 延安建在南海母海域通过全科目考核 顺利取得递向战场资格证 每一名来到延安建的官兵都是抱着干事创业的决心来的 因为我们延安建是万吨大区是最先进的驱逐界 因为延安这两个字让我们有了更强的使命感 还有责任感 在延安3.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兴罗齐步的革命旧址 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感悟初心使命的生动教科书 而走进延安建 仿佛置身于一座舰艇版延安革命纪念馆 这是延安建的官兵和延安市近百名艺术家 群策群力的结果 无论是宝塔山下的震天妖谷 还是钢铁战舰的勇闯深蓝 信仰的火炬始终是延安人和延安建官兵的精神坐标 他们在青春与青春的对话中传承红色基因 在一成一剑的互助中共同成长 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军民雨水情深的动人歌谣 大家好 我是高鹏 五年前我从延安入伍 从黄土高坡踏上了蓝色国土 今天我带着特殊的使命再次回到延安 和战友们一起感悟延安精神 讲好延安故事是每一名延安建官兵的责任和使命 这几天两名延安籍战士高鹏和刘伯 结伴回到了家乡 革命啊 一层一层 也就是感觉 不是靠一本啊 所以有这一本啊 到了两年了 所以我希望藏现的 不得是年前啊 应该 像说前面的革命教授 这些学生 永远能够保护中国 要走向世界 保护世界和平 找避技术 有些好 看望八一靖老院的革命前辈 走访延安革命纪念馆 杨家领旧址 与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的学弟们 进行一场青春的对话 一路探寻 一路感悟 两位年轻人的回望延安之行 收获满满 寄回回蒙里回延南 爬寿漏丁薄踏散 这里不仅仅是我的家乡 更是孕育了延安精神的红色沃土 我们作为新一代中国青年 延安界建员 身逢其时 皆负重任 就应该像鲁迅先生讲的那样 有一份热 发一份光 以延安精神为红色灯塔 乘风破浪 驰骋大洋 韩水是什么味道的 咸的 又苦又香 延安建对口园建的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 前身是马文瑞红军小学 每逢重要节日 孩子们都会用画笔 描绘出心中延安建的样子 给延安建的官兵们 写信记贺卡 高鹏和刘伯 亦有时间也会来到这里 给孩子们科普海防知识 讲述延安建的故事 开始 卫武的战舰 披发战狼 万能拿去驰骋海洋 真正的誓言 舅舅回答 一艘的名字进城了 智嫩的歌声跨越山川平原 一座城市为一艘战舰带来奋进力量 一艘战舰为一座城市带去新的辉煌 虽然不知道执行任务的你身处不方 但延安这片雍军热土 始终是强军兴军的坚强后盾 通过这些活动不断拉近了我们黄土高原 与蓝色国土之间的时空距离和情感认同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传承好红色基因 弘扬双温光荣传统 扎实开展 成建共建活动 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军名与水情远远流长 愿家乡山更清水更绿 也希望我们年轻一代 同往先辈的努力 传承延安精神 让家乡明天更美好 祝愿延安的父老乡亲们幸福美满 奉上安康 也祝愿家乡更加繁荣盛 美丽富强 在新增城上 补写更加壮丽的延安新篇章 希望美丽家乡延安 永远朝起蓬勃 充满活力 祖国海防有我 请家乡人民放心